那么有一个人据说持刀袭击了 在这等车的两名日本的母子 而且在袭击完以后他还想要冲上大巴校车去 但是就因为这事都已经过去了 其实都已经快20个小时了 但是依然没有一点的丰盛 而且在各种封杀这种言论 您可能还记得两周以前在吉林发生的 4个美国人遇刺的事情 这些美国人都回国了 但是伤估计还没养好 昨天在苏州又发生了一件疑似的针对袭击外国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加的恶劣 更加的细思极恐 在苏州有一所日本人学校 我理解应该就是专门针对日本籍学生的这样一个国际学校 那么在门口有一个专门接送校车的停靠的站点 那么有一个人据说持刀袭击了 在这等车的两名日本的母子 而且在袭击完以后他还想要冲上大巴校车去 要冲上去干什么我们不知道 现在目前所有信息都是日本的媒体通过日本的使领馆获知的 只知道这个人在试图冲上大巴的时候 因为当现场的应该是中国籍的员工 校车管理公司的员工不让他上车 结果他把这个人给捅了 这个人现在伤很重 日本母子受了点轻伤 但是中国籍的员工现在据说已经昏迷了 伤重昏迷了 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在中国墙内一度出现了几十分钟 然后被迅速的封杀 现在中国墙内你完全听不到所谓苏州发生的事情 或者日本人学校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去搜日本人学校 你会搜出来什么呢 大量都是那种抖音上的 就针对日本人学校 因为它名字起的就叫日本人学校 就很多这种因为中共煽动起来的仇日情细 所以导致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内容创作者 还是民间对这个学校是恨之入骨 一直把这个学校作为一个 就像什么霍原甲打倒日本人的这样一个地标性建筑了 我给大家放一个类似这样的荒谬的短片 少年墙德国墙 少年增德国墙 小资大足 国立白痴 不要打扰我们熟悉 你把谁一起弹出 骂的就是因为 小鬼子 不许在我们中国的图一上商访 你给我盯着 小资大猪 你们竟然敢在我们日本学校美口打野 这是啥味 你们的学校 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土地 先被给进入我们日本的学校 日本学校 教得好可以是日本学校 教不好 我们也可以若松作边 小资大猪 我看你需要学习一下我们大日本地国组义的文化 看一下我们大日本地国组义的强大 就凭你们 还想若松作边 学你们 学什么 学你们发动齐华战争 学你们掠夺卫亚库 还是学你们惨无人道的南京大护杀 学你们算命天啊 天啊又不退 入国人做试验 还是学你们修建探年车路 学你们八单死我行居 还是学你们亚继山子垃圾暴行 学你们处军队 还是学你们采放核武水 为爱权热烈 学什么 你们这些窝口 你自己的烈冰性 我们中国人还真的学不会 我们老祖族教育我们 天道无亲 藏与善人 我看你们 还是要好好读一读 我们的道德精彩地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缺德事 一定会造偏浅的 知道猪 到哪儿 老师 不要你上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日本的学校 咱们竟然在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不想过问 但是我们一定会让你们看到 你们怎么滚出中国去 中国是一个有包容的国度 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度 但是包容不代表没有底线 开放不代表没有信仰 告诉你们 一美中国不是一美年前的中国 总有一天 让你们滚出过去 上年娘 不要多家 上年车 不要多家 八百六家 多多家 多好年了 这个日本女人 其实说了一口唐山话 不要打扰我没休息 这只是其中的最早期的一个作品 现在有更多的甚至制作更精良的 更高清的这个视频 就是在展示怎么样冲到日本人学校去打日本人 甚至不排除说有时候要干掉日本小鬼子的这样一个视频 虽然说现在关于这个事情的目前的信息还不多 有可能只是一个 又像中国政府上次讲这个吉林事件一样 是一个随机事件 是吧 但是就因为这事都已经过去了 其实都已经快20个小时了 但是依然没有一点的丰盛 而且在各种封杀这种言论 当然这个封杀言论我能够理解一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像这样的案件发生在比如说西方国家 如果你在传播的时候不稍微做一些处理 可能会激起很多人去效仿作为copycat 但是完全没有一点信息 关于这个事情的信息在中国国内流传 这个事两重都荒谬 第一重就是这么大的事 是吧 你现在你就在捂住盖子了 国内的人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最大的恶劣影响是在中国以外的 尤其是现在中国政府到全世界 给其他国家发免签 是吧 发欧洲了 然后发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了 昨天给波兰 其实对于俄罗斯也好 对于中国 都是在欧洲比较强硬的波兰发了免签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希望你们来 是吧 我不知道日本现在也没有发免签 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希望 给日本和韩国发免签的 那么这个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在对国内封杀 对国内一言不发 有什么用吗 没有什么意义 其次这个消息也封杀不住 就真正关心这个事的人 我相信在中国的很多这种反日的论坛里面 这么样子 消息早就传开了 私底下微信上早就传开了 好 我们这次就等着 我们等着看看中国政府是不是再次宣布 说这个是个孤立事件 今天反正说到排外 顺便的讲第二件事情 昨天也是一个朋友在我的推特里面留言的 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我后来稍微做一下调研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 就是专门干在帮中国政府宣传等等这样子的事情 有很多人称他们杨五毛 我认为这里面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 有的人的确就是杨五毛 是被雇佣的 是用来做宣传内宣外宣的事情 尤其是凭着一张外国人脸 是吧 中国人虽然恨外国人 但是最吃外国人这套 是吧 一张外国脸 非常有说服力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做自媒体 然后就迎合中共的宣传口径 甚至有的时候当然不排除会去拿钱做事 或者是就算不拿钱 你帮中共做某种宣传 中共会对你感激不尽 给你回馈更多的比钱更重要的资源 那么有一个做的最突出的 就是一个叫高佑斯的外国人 然后他做了一个叫做歪国人研究协会 就是外国人 他把他谐音叫做歪国人研究协会 我相信很多人听说过这个人 是吧 高佑斯 然后其实他们这个协会里面有一些 他们刚起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注意到了 我那时候还在混微博 他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女生 叫辛悦的是吧 叫Lila 好像是一个美国的犹太裔 我觉得那女生我挺喜欢的 长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似乎也是非常的彻底的 被亚洲文化所征服了这样的女生 他好像还跟高佑斯做外国人研究协会的这个人 好像还谈过朋友 后来掰了 Anyway 高佑斯我说他是个外国人 他是个哪国人呢 他是个以色列人 所以最近他现在依然在世界上到处跑 去给中国政府做宣传 中国人没那么坏 新疆没有那回事 新疆棉花都是好用的 做等等这样的宣传 高佑斯他不只是做民间的这种东西 他其实深度涉入到了去帮在新疆这个问题上 为中共的新疆政策洗地这个事里面去 所以他曾经被纽约时报点名 而且是核心点名的这样一个人 说你在拿脏钱 高佑斯他还有一个背景 他父亲叫做高哲明 以前是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然后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创立了一家叫做英飞尼迪的 这样一个私募投资公司 这家公司其实我虽然不了解这个领域 但是在公开的资料栏显示 它是第一个中国政府获准 可以进行人民币业务的私募股权 就是外国的私募股权公司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跟中国政府的合作也好 或者说他后面所牵涉到的人脉 那不是一般的人脉 在2017年甚至给他颁发了一个友谊奖 是吧 正式认定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然后他有四个孩子 高佑斯就是他的老大这个孩子 本来在香港念的也是国际学校 然后就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展 做了这样一个看似是自媒体 但是其实方方面面地去帮洗地的这样一个事 我们现在说到反食了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 我们都知道这次哈马斯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中国国内对于这个事是怎么宣传的 是怎么做的 怎么去煽动的 OK 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就有人开始盯着高佑斯 因为他不只是在中国有这个账号 他在Instagram上 他也有个账号 你现在去看高佑斯的Instagram账号 已经关闭了 只能私人分享了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给别人截了图了 因为他是在替以色列 以色列受了灾受了害了 他是在帮以色列名不平的 然后很多人就截了个图说 你看看以色列人 这个犹太人到我们中国来 是吧 赚我们 他爹赚我们前不说 他还办了这样一个洗脑的机构 他认为他办的专门帮中国政府宣传的机构 是一个洗脑机构 然后还扒出来 他以前曾经在青海那边支教 就是做义务的老师 那个时候在现场给学生讲解 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我是来自于一个2.5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国家 你们知道青海多大吗 里面青海地区70万平方公里 我的国家2.5万 以色列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它是1948年成立的 中华民族 犹太民族 也有比这个70年差不多 更长的历史 过去的5000年 基本上在这个地区待着 争处很久 才能够在二战以后 能够获得这个地方 而且它现在算是犹太人的国家 而且很多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 你们比较熟悉的 爱因斯坦 还有呢 还有一个 你们跟他比较熟悉的 马克思 对吧 所以希望你们享受今天的课程 然后感谢你们那位 以后我们一定会再见 OK 把他扒出来了 然后就说你看 他完全就不承认巴勒斯坦 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我们以色列的 这个就是一个潜伏在我们中国 深耕在我们中国 去试图改变我们想法的犹太老 你现在去微博上 或者很多社交媒体上去搜索 包括在B站上 它的B站有一个账号 这个外国人研究协会 曾经被这些粉红冲得很惨 你看里面其实大部分评论都已经被删掉了 就是因为一堆人过去骂你这个犹太老 你太不是东西了 你们以色列人都不是东西 等等这样的话 外国人研究协会翻车了 评论区在疯狂控屏 删屏 会长高佑斯打着执教的旗号 在乡镇纽区巴以冲突 外国人研究协会翻车了 果然在华的外国博主 没几个是真正喜欢中国的 外国博主依靠夸中国 利用自身流量去 带有一些目的 大家还是要谨慎关注 然后这哥们依然在 非常勤快的更新视频 去做他的生意 我觉得到这一点上是吧 因为以色列这个事 已经发生过去了大半年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中国民间 因为受中国政府的煽动以后 对于这件事件 包括对于以色列人的仇视 这个态度非常明显 他作为一个传播的人 他作为一个自媒体的人 他的后台一定充实着大量的这样子 辱骂的侮辱的威胁的这样子的留言 但是他依然在做 只能说这哥们真的是个很好的商人 到了这一份上 你依然能够在做 帮中国政府洗地的 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内容 哥们儿真牛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中国故事 你没讲出来的 发生在你身上 这个就是中国故事 而这个中国故事 很有可能是昨天在苏州 日本的母子 包括中国工作人员 被人捅 在两周以前 在吉林的四个美国人 被人捅的一切的根源 而如果这个根源不解决 他们依然在掩盖这样的中国故事 而你依然在帮助他们掩盖 这样的中国故事 然后讲出一个假的中国故事来 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再次发生 会越来越多 而且你作为风头浪尖上的这样一个人 你和你的家庭 难道不有点不寒而栗吗 你难道不觉得 你是在生活在另外一个袈裟吗 我会甚至去联系高尤四 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 谢于跟我这样的反贼进行交流 他也不敢 有碍于他的生意 但是我觉得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据说好像现在都在中国 你真的放心 把他们放在现在这样的中国吗 包括我们之前节目讲过 中国因为在南海跟菲律宾有这样的冲突 是吧 然后因为在南海打架打赢了 竟然中国公安部管理局的官方微博 只代表中国官方的政府的声音 竟然发微博用猴子来嘲讽 来种族歧视菲律宾人 那也是外国人 虽然是菲律宾人 但是迟早有一天 外国人的鬼子的概念 鬼子的范围 会覆盖到所有在中国的 和不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 这种排外一旦开始了 甚至连政府自己都是杀不下车的 青山不改 瑞与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